刘培元的英文教室基本单字篇第30集 是真正的认识一个单字 anything它是代名词 任何事情或任何东西 但不是人 人的话就是anyone 或者anybody don't do anything stupid 必要做任何事情是很蠢的 这个外国电影电视常常讲 常常讲 就警察跟那个胆徒说 don't do anything stupid 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开枪哦 你手枪放下来哦 你要是手枪不下来 你做蠢事的话 我就蹦一身都打过去 或者老师跟学生说 不要做蠢事哦 要上课哦 乖乖上课不要翘课哦 就不要做蠢的事情 don't do anything stupid 这已经变成美国的一个俚语 anytime还是副词 所以这个后面跟any的很乱 any什么东西 anything anywhere anytime anywhere 有时候它是形容词 有时候是代名词 有时候名词 有时候副词 很乱 所以这个一般人没办法全部搞懂 所以我们这边系统性的全部拿进来 anytime是副词 任何时间 随时 Welcome to my house anytime 随时起来我家 随时欢迎 Welcome to my house anytime anyway就是无论如何 它等于anyhow 等于anyhow I must do it anyway 不管怎么样都会去做它 I must do it anyway anyway是任何地方 也是副词 do you want to go anywhere 你想去任何地方吗 所以像这any前面开头 这个意思都很简单 但是我们要记住它词形 anything 代名词 anytime 副词 anyway副词 anywhere 副词 apart它有两个意思 一个分开的 一个拆散的 看起来好像也很近 可是实际上又不太一样 比如说分开的 the two villages are very far apart 这两个村庄呢 它其实隔得很远 分开的 分隔两地 一个拆散的 this blood result and sin fell apart 这个书呢 很旧了 所以它很快的就是 散落掉了 所以像我家里有个水浒传 很喜欢看 我最喜欢看三国 我最喜欢看张辉小说 最近都看 水浒传 就一面吃饭 一面看 就看了太多遍了 上厕所可能摆三国演艺 看一看呢 这个 散落掉了 这一页散掉了 那一页破掉了 就是或是什么情况 看太多遍了 this blood result and sin fell apart apartment 公寓住在 the man lives in the apartment 这个用not比较好 not a house 这个人呢 那个男人呢 住在一个公寓里面 而不是一个house 所以外国人怎么分呢 像我们中国啦 或台湾 像台湾也叫透天 大陆人可能搞不清楚 透天 就是 就是 等于是独门独愿了 因为透天嘛 就是这一户 从一楼一直往上 不管到几楼 就是你一户 一户住 所以叫透天 英文里面啊 apartment就是我们讲的公寓大楼 公寓大楼 那我们台湾一般讲是 四层公寓 五层公寓 叫公寓 但是 那现在新的就是 也叫公寓大楼 就是可能十几层 十几层 二层都是 都是 有电梯的 那英文apartment 就是我们这种 从四五层公寓 一直到有电梯 十几层 二层都一样 就是 大家 我们叫集合住宅 集合住宅 大家住在一起 叫apartment house 就是有点像 台湾我们这种 透天 独门独月 不管它是一层 两层 三层 甚至更高 就你一户在住 所以印度首富 一个电信的巨子 哇 它家几十层楼啊 就它一户住 还有廷吉平 看了个照片 太夸张 几十屏啊 你说它 它家才五六个人吧 那有时候 亲戚来住 那领当别人 再怎么住 怎么会 几百个房间啊 怎么几十层楼啊 用人就几十个 不只是用人 就是耿泛 工作人员 厨师 用人 警卫 什么的 哇 真的是豪宅中的豪宅 全世界就是 一户 最大 因为它高嘛 那美国有很多豪宅 豪宅都是二环三环 郊区 在这个半山腰啊 或者在平地上 反正就是独门独运 基本的就是至少 这个 这是 有套房的至少 要六七间啊 游泳池必备的 有的还搞个小 高浮球场啊 然后里面一定要 这个 这个 像卡拉OK啦 酒吧 这个 这个 中秋市啊 这 这那豪宅 我们看过很多 很漂亮啊 那都市里面 那种豪宅 当然就小了 弄个两百坪 三百坪 了不起啦 所以有钱人 他常常要住在郊区 所以 Kobe Bryant 就是夸张啊 住郊区嘛 可是 到洛杉矶 很远啊 假设他 坐洛杉矶 坐直升级 可就怪了 Kobe Bryant 那么有钱 他跟直升级 用旧的啊 可能直升级买新的太贵了 做旧的啊 旧的 零件嘛 要常常更换 运气不好 砰 掉下来 没有了 Ape 它是 原 或者是模仿他人 或者出大笨拙的人 又是动词 所以这个字 我们就认为比较复杂 一般人不知道 Ape 很简单啊 原啊 原猴啊 会了 打文说公 会了 Man has evolved 从Ape 人是从原进化来的 这个我会啊 这个不难 The clown was good Ape when he imited 这个小丑呢 当他模仿的时候 他是一个很好的 他是一个很会模仿人家的 那你就说 你就可能认为说 这个小丑是一只猿猴 小丑是人扮的嘛 他怎么猿猴 你就卡住了 他又是粗大笨拙的 The wrestler 这个水脚选手 突然个子很大了 看起来像是猿猴 大家讲也通了 这边也可以是 粗大笨拙的 像绿巨人浩克 H-U-L-K Hawk 什么意思呢 就是类似这个 但比这个可能再大一点 就是很巨大的人 Hawk 很巨大的 可是Hawk 你说 哦 浩克 我知道这个字 就是个子很大的 巨人 可是另外 用到另外一个意思 你又不认识 就是 废船渴 废掉船的那个船渴 Hawk 又不认识 他也可以当动词模仿 She aims everything his mother does 就他 他这个女儿 有其母 比有其女 有其父 比有 其子 小孩 喜欢跟着父母去 妈妈做什么 女儿就模仿他 所以你又不会 这个猿猴嘛 我会 可是 啊这个 他猿猴 可是猿猴是名词 这边怎么是动词 他怎么 他变成猿猴嘛 没见 他猫做什么事 他就变成猿猴嘛 你又 又不通 所以我们这个 有些简单 实用的字 他就一个意思 一个词性 你说 很简单 可有些字 也很简单 你觉得就是猿 猿猴啊 可他很复杂 就很复杂 你看 光是名词 三个意思 猿猴 模仿他人 的那种人 粗大笨拙的人 又可以当动词模仿 apology 你看一般 觉得不难 他道歉 Please accept my apology 请接受我的道歉 不难 可他还有一个辩解的意思 辩解跟道歉不一样 辩解 我没有道歉 我在解释 然后不接受 他就说 讲理由 讨厌 接受他就说 哎呦 是情有可原 这讲的也是有道理 比如说你迟到 你就说 这个是我睡过头 老板说 这是什么理由 烂理由 你说 因为 我妈妈今天身体不舒服 我早上起来才知道 一看妈不舒服 没办法 我赶快送她到医院 老板 这可以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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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resident's speech was actually an apology for his wrong policy 总统的这一篇 演说呢 actually 实际上就是一个辩解 对他错误了政策 他提出辩解 当然你也可以说 这道歉 这也讲得通了 有时候看上下文 但我这边用的意思 是辩解 提出辩解 apparent 他有两个意思 但这两个意思 差距也不大 一个是明显的 一个是表面上 I find that your adam's apple isn't apparent 我发现 你的亚当的 苹果 什么叫亚当的苹果 搞不好字典 真的 不是字典 搞不好翻译软体 真的给你翻译 我发现 你的亚当的苹果 不是很明显 猴杰 男人的猴杰 女人没有猴杰 猴杰就有男的 叫社护线 女人没有社护线 没有社护线 所以男女有别 所以你不要说 我也扑到一个女的 说 你已经到时候 你有没有社护线的毛病了 那有些症状只有女的有 像那个什么 根领期 根领期 一般是女的 男的不讲根领期 男的是社护线 女的是根领期 表面上的 外表上的 她这个很热火 很热忱的态度 对你好像很热忱的态度 只是表面上的 表面上的多于实际上 就是装出来的 表面上的 所以两个意思不太 明显的 就是很明显的 表面上装出来的 那她的副词 那为什么副词下去 因为这个 appearance的 很常用 所以把它拿进来 副词也是明显的 表面上的 形容词就是什么什么的 副词什么什么的 appearance you have done a lot of work 很明显的 你做了很多的工作 老板说 哇你今天做太多事 赶快休息吧 赶快回家吧 我看你累坏了 而且事情也超前部署 所以台湾这个防疫 防这个新冠费 超前部署 现在是一个笑话 结果超前部署 一年多 结果跟你 搞个疫情突然严重 第一天 第二天 就说病床快不够了 人家说 这什么超前部署 那要是疫情给弄个 弄个一个月 那你不是 整个医院都挂掉 表面上的似乎 Appearly she's not feeling well 表面上看起来 她似乎 我们也不要讲表面上似乎 她看起来好像不太舒服 这我15个YouTube频道 这些都各有各有各的特色 当然有一些程度 可能适合程度一般的 有些程度比较难的 所以你如果程度一般的 你看基本单子没问题 要考试的话 看看英文测验 然后看看简易表达片 这个没有问题 常见初误片可以 成语照剧也可以 实用绘画 正确发音 一直都可以 如果你要挑战自己的程度 希望程度可以变得更好 变得非常好 你就可以看比较难的 像特殊文法片 知识阅读片 长剧破解片 经历说片 这就比较难一点 这一集讲到这里